一次性塑胶带禁令上路澳洲超市安抚民众怒火 面对消费者对禁用一次性塑胶带政策的愤怒 澳洲国内最大的基加联所超市振奋力平息来自消费者的塑胶带之怒 西澳人报 West Australian 报道 一名男子因不满超市新做法 用手乐住店员的喉景 日用品店派出更多工作人员 协助消费者适应新上路的禁用塑胶带政策 禁用一次性使用塑胶是全澳减费行动的一环 今天起 全澳除了两个省以外 大型零售商如果提供一次性塑胶带 便会遭到罚款 零售商乌尔沃斯公司 Walworth's 6月20日即禁用塑胶带 对首席农集团 West Farmers旗下的全国零售商科尔兹 Coast 今天也让一次性塑胶带从各分店消失 但消费者抱怨连连 迫使乌尔沃斯公司做出妥协 贩售可再利用塑胶带 每个多收澳币15份 约新台币3元 但过度期免费供应到7月8日 乌尔沃斯总经理皮特斯 Clear Peters 发电子邮件声明说 他们 消费者 只是转型时需要我们额外助一臂之力 看线对手改弦一辙 科尔兹超商说 工作人员今天会向消费者解释这项改变 旗下各店开放每一道接账通道 缩短接账速度 澳洲商家继零售业员工协会上周执行一项调查 回收132名会员回复一线中 有57%说 他们因速交代禁令承受顾客粗鲁言辞 协会已发起行动 促进大众了解这个问题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每年有超过800万公吨塑胶最后回到海洋中 联合国希望在2022年前全面消除一次性使用塑胶 并表示有60多国目前已采取行动 禁止或减少塑胶消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